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狩猎 一群上层社会的精英正在群里闲聊 聊着聊着 东梅突然提到了在庄园里猎杀下等人的事 群里有人提醒他赶快删掉这种言论 但东梅却没当回事 一年后 东梅的私人飞机正在巡航 飞机上的客人 全是在群里聊天的那帮精英 其中一哥们正在跟空姐审砍的时候 一位即将被猎杀的底层人 突然从昏迷中起来了 并且冲进了客舱 东梅临危不乱 上去就让这哥们领过了饭 当这帮生怀在社会底层的人们 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 发现他们身处在某荒角野外 而且每个人嘴上都勒着一个脚子 此时的他们已经成为了那些精英们的猎物 小甜甜试图打开脚子 发现铁将军把门 没钥匙连想都不要想 这个时候他看到春花正在用一根针观察方向 小甜甜跟春花打招呼 可春花根本就不搭理他 随后一帮猎物慢慢汇聚在了一起 草地上放着一个大木箱 紧接着棒球帽从里面拽出来一个架子 上面全是各式各样的武器 小甜甜挺机灵 很快就找到了嚼子的钥匙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部影片相比于其他同类型的影片来说 猎物们的优势还是不少的 但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猎手们给猎物发武器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猎杀的过程更加刺激 果不其然呢 猎手们很快就发起了攻击 看上去像女一号的小甜甜 第一个就交了饭飘 然后是龙套哥和客船大姐 随着地雷光当一声 两位的戏份就杀了轻人 接下来是酱油四人组 这次位在翻越铁丝网的时候 棒球帽不幸被猎杀了 随后酱油三人组杀气等等的 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小麦夫 老板张大麦和张大妈非常的配合 要什么给什么 这三位很快就放松了警惕 酱油为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俗哥隔着屏幕就能听出 接电话那位的语气显然不对劲 但这哥们却一点都没听出来 通过两人的对话我们得知 这次的猎杀好像就是网上盛传的庄园门事件 而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键盘侠们 都是在不同的地区被下药之后绑架到了这里 张大妈说老弟啊 你手里的枪别甩来甩去 当心把我们老两口给毙了 酱油为说我可是老玩家了 家里有七把枪了 张大妈说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枪呢 酱油为说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为的就是防止别人把我给毙了 张大妈说现在猎杀你们的这些人 也是在行使他们的权利吗 酱油为说你这是在讽刺 美国的枪支管理制度吗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出事 酱油必因为嘴欠吃了有毒的食物 眼瞅着要上黄泉路了 酱油为扭头一看 直接张大妈和张大妈已经戴好了防务面具 然后扔出了一颗毒气袋 很快这酱油ABC就领了喝饭了 张大妈和张大妈刚把战场打走干净 就收到了组织者东梅的消息 说绰号叫雪球的猎物春花 马上就要到达小商店 让张大妈和张大妈做好防范 刚刚大获全胜的老两口 根本就没把手无寸体的春花放在眼里 但他们可不知道 这位胸大油脑的女一号 曾经在阿富汗复役 战斗力跟蓝瓜一个级别 人狠话不多 能动手绝不动口 七里咔嚓就把老两口给杀了 围猎场里处处都是陷阱 但却瞒不过春花的火眼金睛 春花在附近观察形势的时候 和胡子书胜利回尸了 吃瓜的胡子书打算开着车逃走 被春花给拦住了 两人沿着轨道登上了一辆火车 并在车厢里遭遇了一群非法移民 本来想着这次可以逃出去了 可没想到好景不长 火车被一帮当兵的给接停了 胡子书认为 这些难民和当兵的 全是事先安排好的群众演员 但实际情况是 这里面只有钱大爷 是潜伏在底层群众中的精英分 胡子书显然被钱大爷的傲慢所激怒 把一颗手榴弹塞进了钱大爷的裤装 然后趁机撒子聊 春花和其他的一些难民 被安排在了一个难民营 这个时候他才搞明白 这里根本就不是美国 而是位于欧洲东南部的科罗地亚 春花在这里遇到了同是猎物的王大白 幸运的是 美国大使馆接到电话之后 很快就派人过来 这个叫狗盛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 废话特别多 俗话说言多必失 狗盛不停地打听春花等人被猎杀的原因 这导致了春花对狗盛的怀疑 把狗盛干掉之后 春花和王大白在后备箱里 发现了之前逃走的胡子书的身体 这也说明狗盛根本就不是大使馆的人 这个时候春花给王大白讲了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 乌龟赢了比赛 高傲的兔子厌不下这口恶气 拿着锤子来到了乌龟家 把乌龟全家都给杀 然后还把乌龟家的晚饭也给吃了 王大白说 那到底精英们是兔子 还是咱这些人是兔子呢 春花说你品 你细品 晚上精英们在堡垒里面闲聊 对于他们这个阶层的人来说 政治正确是至关重要 为了证明自己不欺识女性 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他们会刻意地把黑人捧在手心里 一群披着白左外衣的傲慢子大狂 他们的骨子里永远鄙视着生活在底层的人群 其中一哥们正对着树撒尿的时候 春花和王大白杀到了 干掉撒尿哥之后 两人便来到了精英们的堡垒 经过一场枪战 除了他们的军事顾问 这帮人全都领了好烦 春花和王大白出战告捷 还没来得及庆祝呢 洞梅便通过对讲机 开始离间这两位刚刚建立新人的朋友 在春花的生存法子里 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 因此当场就把王大白给干掉 作为这帮精英的军事顾问 草包叔只不过是一个预备义军 俗话说兵雄雄一个 将雄雄一无二 所以这帮人被军事专家春花干掉 一点都不奇怪 从草包叔嘴里问出东梅的下落之后 春花射杀了这个民兵 那么这场猎杀的活动 到底是因为什么开始的呢 原来在一年前 东梅在群里跟同事们聊天的时候 提到了在庄园里猎杀下等人的事情 这原本是一个比喻一个笑话 但在群里某个人的账户被黑客贡献之后 东梅的言论被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 键盘侠们以讹传讹 当成真事传播出去了 这件事直接导致了 包括东梅在内的公司高僧全部被解雇 也就是那天在群里参与聊天的那些精英 东梅一怒之下 召集这些精英们制定了一个计划 把传播这个消息最活跃的12人全都网纳 在东梅看来 既然你们这些人敢造谣在庄园猎杀下等人的 是真的存在 那么我们就让你们切身感受一下 说白了吧 本来是一件子虚无有的事 正是因为键盘侠们的谣言 才让猎杀这件事演变成了现实 干掉军事顾问之后 春花来到了东梅的别墅 两个女人在厨房里 有一番长达五分钟的对话 在这场对话中 我们获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东梅把春花的身份里搞错 换句话来说 那个在网络上大放诀词骂东梅的女人 跟春花的名字只差一个字 东梅不仅绑错了人 而且对动物庄园里 雪球和拿破仑的理解也是不对的 或者说 在春花讲述的 龟兔赛跑的版本中 究竟谁是兔子 谁又是乌龟 东梅始终没能搞明白 两人聊完之后就开始动手了 结局显而易见的 东梅这位只训练了八个月的精英 最后死在了春花这位老兵的手里 影片的最后 春花登上了东梅的私人飞机 并一口气合光了一瓶 1907年价值25万美元的白雪橡皮 看到这儿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到底谁才是那个叫雪球的猪 那只被灭门的乌龟了吧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整天闲得没事干 就会网上下车袋 动动手指造谣 唯恐天下不够乱